在中美股市出现掉头回整的影响下,本来已处于调整行情格局的港股也加剧了下跌回压的走势,行指跌了接近390点,跌回到25,000点关口以下来收盘。 正如我们早前指出,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迫近的情况下,市场的不明朗不确定性是有所增加了。 而从近日市况观察,中美股市的回整压力有正在浮现迹象,加上港股的一些焦点股业绩亦已陆续公布,在短期缺乏新趋化剂的情况下,要注意市场的沽压有加剧可能,操作上不宜过分腰进,要继续做好风控准备,提高警惕性及注意节奏,依然是我们现时的建议,行指低开低走。 在盘中层一度下跌558点低见24,621点。 虽然在收盘前跌幅有所收窄了,但是弹性未见增强,要提防跌势仍有伸展机会。 过去两个月的支撑位24,200点不容有失。 否则中短期跌势将会进一步加剧,行指收盘报24,791点。 下跌388点或1.53%。 或指收盘报10,156点。 下跌158点或1.52%。 另外,港股主板成交金额有1181亿多元。 而沽空金额有112.3亿元。 沽空比例13.28%。 至于升跌股数比例是613亿1181。 日内涨幅超过10%的股票有42只。 而日内跌幅超过10%的股票有46只。 中美股市的回整压力有浮现迹象。 现处相对高位水平,加上美国总统选举日期迫近,都是影响的消息因素。 A股经历了本周初的上拉,再次升近7月初的高点后,近日的回整压力有再次浮现。 其中,创业板指数率先跌穿了2600点关口来收盘。 是7月8日以来的首次。 虽然人行已连续10日开展了亦回购操作释放短期流动性。 但都未能有效地压制Shyber,上海银行间同业隔夜拆息,拆息的声势。 情况显示内地的短期资金面出现趋紧,对A股表现有不利影响。 另一方面,美股的纳指和标普500指数。 在先后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后,已处于相对高位水平,在不明朗不确定性型在未能散去的情况下。 相信市场出现趁高回吐的机会也是挺高的。 港股方面,正如我们近期一直指出,在科网股喘气,旧经济股托市的综合形势下。 总体上估计港股市处于调整行情格局的,在现处调整弱势的背景下。 加上中美股市也开始掉头回整了。 相信对于港股会构成进一步打击。 移行指过去两个月的支撑位在24200点水平。 不容有失,否则中短期跌势有进一步加剧伸展的倾向。 操作上不宜过分腰进,要继续做好封控准备,提高警惕性及注意节奏。 依然是我们现时的建议。 ように把火榜进一步 Fest程库桓冧维在里面接下来。 请重传速顿先来。 继续方便在酒店里面接下来。 将looking具体造型也合计等于无机金轮ining yapıyor。 iled masterpiece